继审护制当所及三菱综合材料后,日本在有制造企业被阶层为产品数据造假,全球最大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商,日本东立公司所召开记者会就此公司东立Hybrid Card THC设行多次篡改产品检查数据,向客户提供不合格产品公开致歉。 东立社长日觉招广在记者会上称,THC的两名品质检验市场,在2008年4月至2016年7月间滥全,曾149次擅自篡改轮胎强化材料数据,向13个客户提供相关产品,据吸收影响公司都为国内企业,当中亦有南韩公司东立未公开客户名单,但强调不包括美国博音公司, 这是近期第五宗日气数据造假事件,日觉指公司管理体制存在疏漏,并局公道歉。 他承认若无神户至刚所造假事件,公司不会对外公布子公司的问题,由指东立总社早在去年7月,易德西子公司违规行为,但一直迟迟未对外公布,态度备受批评。 东立将会与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事件,希望在今年内会有结果,研究如何追究责任。